這些人他會受到特別的待遇 就像焦糖 他現在嚴格上來講 他是一屆平民 他連議員的參選資格都還沒有取得 他什麼都不是 對 他只是自行宣佈他要去參選 嚴格講起來 他的最重要身份應該是民進黨徹議 所以我說 如果今天你身為民進黨徹議 你就要被特別保護 那我真的覺得我們人民 要自己要安心 你要安心在這個社會上面歲月靜好的話 第一件事情就是取得民進黨的黨政 你可能會比較安心一點 這個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所以我就要來幫大家複習一下 我前陣子為什麼在追林秉書的事情 林秉書的事情不是要追高嘉瑜委員被打 而是要追林秉書先生 他後面所代表的包括他的特權 包括他的政商的結構 包括這個人他成為一個網軍 他的金流等等 對 受到委託他來攻擊政敵 那他的任務是什麼 這才是我要想要去追的 但是在追查的過程中 我之前在節目也講過 他的特權比一般人多的非常多 包括他被判刑 他的緩刑的紀錄 在司法院的系統裡面查不到 包括對剛剛巧欣講的 母親的告別是會有三個以上的議員 去關心要求警力加強介護 好 然後再來就是他被逮捕的時候呢 他移送的過程中 可以開三分鐘的散佈記者會 那積壓禁見可以有律師幫他發聲明 還有直播恐嚇 剛剛巧欣也講了 那個警察就是不會辦 直到許巧欣去報案 這個案子才開始查 那更何況我們前陣子也講過 他的特權疫苗 特權疫苗他第一劑 靠的是護理師的男友 第二劑是偽裝出國 最後最後都沒事 甚至衛福部長還要一開始幫他說謊 說他是在預約一般的平台預約 這樣的人哦 才是我們要去關心的 我們小老百姓誰會有這樣的特權呢 我們的民進黨政府 他說他們 高舉所謂的公平正義 不要忘記了 2012年 蔡英文總統 他當時競選的時候 他的標題叫做 那個next 就是下一站哦 他就是要公平正義哦 結果呢 現在到處是特權 然後呢有黑道 大家還記不記得 趙介佑 趙介佑他在警局裡面 打卡對不對 他在裡面非常囂張 然後呢讓大家生氣了 結果民進黨 民進黨怎麼樣呢 民進黨就把它開除 好開除就算了 結果呢 這整件事情 在後來我卻發現呢 民進黨又讓了另外一個黑道入檔 我把這個 嘉義的一個蕭嘉班的 哦 就是入檔 還把它 他是用網路入檔 而且已經入檔完成了 然後呢 黨中央都完全不知道 當初為了趙介佑的事情 民進黨 說要用一個什麼AI大數據 去挑 去核對這些入檔的名單 結果6月份 我們這一位蕭嘉班 曾經有恐嚇前科的 這個傷害前科的 就又入檔了 好 那民進黨的這個 這些的機制完全是 呃 等於是形同虛設 那是我把他 就是當時有 裡面黨員有 有不少黨員看不下去 把這個事情去投訴 他才 最後才透過一個機制 把它取消他的入檔資格 這就是我們的民進黨 如果沒有人發現 他們這些 特權也好 他們這些黑道的入檔 都不會有事情 好 那我再講國策顧問 前國策顧問黃成國 他說他是5月份 就請辭他的國策顧問 事實上他其實 他在8月份 他到蒙甲青山宮 他在北投的廟 都還拿著總統府的 甚至還拿總統府的公文 去跟這些廟方去合照 他都強調自己還是國策顧問 可是當我把這些事情揭發 說他請辭了國策顧問的時候 他的國策顧問身份沒有的時候 總統府跟黃成國都說 他們5月就請辭 請問你5月就請辭 然後你8月還對外宣稱 你是國策顧問的話 你是什麼 你不就是跟林秉書一樣 到處謊稱你是國安人員 你是政府高層嗎 那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從 疫苗的民怨 從5月份本土疫情爆發 從沒有疫苗 從你 你去阻擋郭台銘買疫苗 從你各式各樣的 到當時造成 無辜的百姓的亡死 包括後來的這些 嗆有各式各樣的 讓民眾不開心的事情 最後我們到了現在 12月好像什麼事都沒了 政府的滿意度很高 四成多五成 那難道我們的老百姓 就活該嗎 只要你們砸了5800萬 只要你們開了這個 上百場的這個 上千場的這個說明會 連公投都可以去抹黑 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去對抗人民 對抗民意 如果反萊豬 如果明天反萊豬一公投都不會過 我講真的 台灣的民意 某種程度已經變成是一種 被霸凌的 被霸凌式的民意 所以這樣的民意 未來我覺得會 反而會造成 所謂這種在街頭上面的這種 暴力行為也好 或是比較激進的行為 可能會更多 因為 小老百姓連透過投票 透過選票 要表達意見都會被政府打壓 我覺得這個 還是未來我們民主的危機 我們身為 我身為媒體人 我也不是什麼政黨 但是我覺得我們媒體 應該要站在在野黨 監督的角色 去監督這些有權有勢的人 這也是我在追查林秉書的事情的時候 碰到最大的困難 因為 所有有權有勢的人都在幫他維持 這才是我覺得 現在我們台灣民主最大的危機哦 也要感謝佑正就是說 包括這些節目 願意繼續去追查林秉書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必須要講 這整件事情我很失望 我很失望 我也很 很無力 我沒有辦法 就是我沒有其他的證據 沒有其他的資料 可以再繼續去揭發 去爆料 我也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這整件事情 他已經被設了一個斷點 斷點就是林秉書 只要林秉書縮小他的打擊範圍 讓他乖乖的在看守 其他人都沒事 對 所有利益結構都沒有事情 好 然後呢 最近我還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林秉書的親人 正努力的積極聯絡 要跟高家瑜委員和解 如果到時候高家瑜委員 都沒有辦法 搞不好會有 黨內的人士也去溝通 或怎麼樣的 如果他和解的話 最後林秉書很可能輕輕放下 他最後這個案子 幾乎是可能就是你知道嗎 就他什麼事都沒有 兩個月押滿和解就出來了 就是他會被輕判 判到什麼程度我不知道 但是因為目前他只有暴力 你知道恐嚇 恐嚇不想查他的共犯 你看現在多久了 一個禮拜來他共犯到案了嗎 吳曉富士呢 賴助理呢 K秉書呢 吳解吳帝呢 沒錯 所以我說這整件事情是一個 台灣司法界一個奇蹟 不斷的有各式各樣的力量 要讓這個案子變成一個 簡單的暴力犯罪 好 那到底林秉書手上握有什麼樣的證據 可以讓民進黨全黨去幫他維持 這才是我們更該擔心的事情 就是這些狗屁倒灶 這些政商勾結 最後都全部都變成了 一個好像是帛琉泡泡 你知道嗎就被保護了 保護在裡面 我們這些政治人 被保護在這個泡泡裡面 我們人民卻被放棄 在所有的這個權貴之外 我們一般的老百姓只能靠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接下來 要最擔心這個民主 沒有辦法繼續實行 民主機制一旦沒辦法實行的時候 我們就只能自力救濟 接下來可能就是要上街了 接下來就可能要 用更激進的方式了 但這樣對台灣民主是更好的嗎 我也不知道 但我覺得我希望不要 我希望明天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話 盡量出去投票 不管你投下什麼樣的票 什麼樣的選擇 大家一起去承擔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